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赚带您到印度 现在要打造一条全长径 1500公里的工业走廊 是否能够为印度创造财富呢 全世界都在关注 大陆过去追求高GDP 导致地方政府过度开发房市泡沫 出现了许多无人居住的新轨城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警告 中国大陆如果迟迟兑现金改承诺 这个GDP恐怕腰斩到4%左右 还有另外呢 暗美已经不再是女人的专利了 那么还兴起了一股男性美容风潮 就算不加薪也要爱漂亮 财经万交点 在今天我们就要带您来讨论 庞大的美容商机 好 首先先来关心 今天的全球股市如何呢 美国多项经济指标再爆喜讯 道琼上涨了78.02 纳斯达克也是上涨作收 欧洲的股市呢 是周五下跌开出 那么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英德化三大指数的跌幅 今天进了0.5% 至于亚洲股市今天涨跌 互见日经指数由红翻黑 大跌了218.59点 韩股市下跌了4.07点 至于港股小涨作收 来关心新股海峡 这个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暂时是小跌的 马来西亚还有印度是维持涨势 大陆股市在今天全面下挫 上证指数以及A股的跌幅 高达了1.5% 台积电法说会Q3保守 再加上这个董事长张忠谋 宣布明年要退休 所以台积电的股价 在今天是跌停 那么全职股重创带动的台股 在今天是大跌了138点 好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消息咯 台积电因为举行了法说会 82岁董事长张忠谋 首度松口表示 他最快明年就会交报 但他强调这不是退休 他只是要挪出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度假 但是这个消息一传出 还是让台积电的股价一度跌停 也连带使得半导体设备股的股价 也跟着受害 满头白发神情愉悦 心里想着计划周末要飞波罗的海度假去 主持台积电法说会 董事长张忠谋心情真的很不错 年纪迈入82岁 精神却比年轻人还要好 这回他又松口了 明年要把公司棒子给交出去 不是退休啊 我没有退休 是CEO啊 是CEO的位子啊 董事长还是坐下去啊 说是没有要退休啦 董事长位子会继续坐热 这是CEO换人当 但这番话一听到投资人耳里 可就敏感了 台积电股价一开盘就跳水下沙 从105元跌破百元大关又见九字头 盘中甚至高挂绿灯 跌停板 全职股惨率也连累台股 跟着受挫 大跌超过百点 张忠谋董事长的一个 这个退休的规划 我想这个心理的一个 这个对于股市啊 心理的一个层面影响 是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 是没有实质上的影响 但股价的一个部分呢 通常会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他经历展望变得保守 加上张忠谋的交棒说 张忠谋任何风吹草动 都让投资人洞见观瞻 继续新闻林东明 陈一山台北采访报导 好 洞见观瞻的 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已经对大陆的经济前景 发出强烈警示 那么目前大陆经济改革的 方向正确 但如果迟迟没有办法 兑现经改承诺 提高内需在经济结构中的 作用的话 到了2020年 大陆经济成长率 可能会腰斩到4%左右 这个是IMF昨天公布 中国经济年度评估报告 那么表示短期看好大陆经济 成长的趋势 预计大陆经济两年 将会分别成长个 7.8%还有7.7% 但是大陆现有的成长模式 是不可持续的 而且有可能会日益脆弱 而大陆人民币汇改八年 至今 人民币对美元民意汇率升值了 33% 不过美国联准会主席博南克就痛批 大陆过去几年 为提高出口量 涉嫌操纵汇率 保持在低于平衡水平之下 而大陆从中受益的时候 却让美国受损 这是博南克对人民币汇率 颇有为辞 但是却对去年至今 已经贬值了20%的日元 给予支持 博南克指出 日本不是刻意操纵汇率 也没有直接将汇率设定在 一个明确的水平 企图透过强力的刺激货币政策措施 打破已经维持近15年的通缩周期 好 在过去 这个大陆民众呢 只认得的鬼城 大概就是封都了 不过你知道吗 由于大陆快速的城市化 已经出现了12座的新鬼城 好 这指的是什么呢 表示 设施完善却了无人焉 极尽异常 那么其中光是内蒙古 就高达了四座 就连繁荣的江苏都有两座呢 鬼城哦 现在指的是资源枯竭 而且被废弃的城市 但现在还延伸出呢 凡是空置率过高 很少有人住夜晚漆黑一片 归咎原因呢 在于地方政府过于高度开发房市 变成泡沫化了 好来看看 你记不记得 这个是 好莱坞明星 汤姆克兰斯主演的电影 关键报告里头有一幕 就是说 这个商场的监视摄影机 可以在阿唐哥一进门 就认出他来 现在这样的情节呢 已经在现实生活当中上演 美国的行销公司 就把电影摄影系统 结合了WiFi定位分析技术 掌握了消费者的一切购物行为 包括你买了什么 逗留多久 甚至你的情绪 然后呢 再把最适合你的产品 推销给你 阿唐哥的电影 一眼看穿商场里所有的人 消费者的行为一览无遗 电影的情节不再是科幻 这个电影机制早就成真 现代商场里 这些无所不在的监视器 不只是下壶 想顺手牵羊的客人 它的另一大功能 是分析消费者的喜悟 这支价值1500块美元的立体电影 从你一进门就开始追踪你 它可以看透你的年龄 性别甚至驱变你的情绪 它追踪你逛街的路线 还有你的视线 你可能拿起了一项产品 然后看它一眼就放下 还是带走买单 说穿了你所有的购物历史偏好跟心思 打从一进店 全部都被看不见的老大哥给掌握了 包括WiFi定位 三公尺半斤内锁定你的行踪 他是商人做行销的帮手 他取代了传统的问卷调查 全球至少有60家厂商使用这套系统 一个月分析超过2000万消费者 即使把消费购买行为 做成长条图 曲线图分析给老板们看 但是被追踪的客人们 感觉自己的隐私权完全被侵犯 研发这个机制的厂商表示 这些分析仍然是匿名的 并不针对个人 其实95%的网络购物行为 早就透明化 所有的滑鼠点过的痕迹 已经被彻底的分析 而在电眼猖獗的今天 实体店里的大小事被看透分析 似乎也是无可避免的事 美国的底特律是知名的汽车制造城市 可是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 也成为目前为止 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市政府破产案 我们知道底特律曾经是美国的第四大城 不过目前债务高达了185亿美元 大约是5600亿台币 那么同时有三分之一的市民都生活在贫穷限标准下 那么其实呢 底特律是早在六月中旬就宣布 如果债权人和工会代表谈判破裂 他们就会宣布破产 没有想到最后却噩梦成真 而美国周四也公布了上周初领失业救济人数 意外大减至四个月来的新低点 那么七月份企业活动指数意外强劲 加上联准会最新的和皮书报告 美国经济以温和至适度的这个速度成长 就显示了美国的经济持续在复苏的轨道上 好那么现在看来数据是三血临门 激励美股盘中也冲下了历史新高 投资人信心回笼了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大陆网通设备大厂华为 目前正在致力于第五代的网络通讯技术 也就是5G的研发 那么5G技术将会让移动用户 享受到与目前家庭光纤网络 类似的无线上网的体验 不过华尔表示 这项技术恐怕要七年的时间 七年之后才会成熟 而目前全球大多数电信运的营业商 才刚刚开始步入所谓的4G时代 5G网络的普遍应用 还是好多年以后的事 5G网络时代将会带领世界 迈向物联网的境界 更多的日常生活的物品 从房子车子到各式各样的消费品 都开始联网了 广告之后回来 财经旺交点单元 我们要带来谈的是 现在爱美不再是女人的专利了 全球各地先起的男性美容热潮 而且商机无限 我们会邀请到 这个轩域国际公司副总经理 胡惠玉 在现场为您精辟剖析 马上回来 今天的财经旺交点 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 美容业当然不再是女人的专利了 因为现在业者已经把目标 转移到男性朋友的身上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们来看看数字会说话 那么根据统计呢 至少有一半的 男性朋友消费过美容产品 而且这个数字 每年成长大概10% 专门为男性做这个身体美容的 国际连锁店 也是越来越多了 俗话说 女为越己者容 男人当然也要美美的 才有人爱 电影四十处男 教男生平常都要多 修整皮囊保养一下 不过这个年代的男人 不必靠电视电影再教育 他们自己会上美容院 市场统计50%的男人 都消费过美容商品 年成长率10% 庞大的商机 吸引跨国集团 成立男士沙楼 从巴黎 伦敦到纽约 过去男人要擦保养品 都靠老婆 女朋友去卖 更别说是走进美容院 去做脸做身体 现在男人可以大大方方的 去SPA按摩做指甲 而且还接受访问 男生进SPA做指甲的勇敢行为 女生都说赞 以往要卖男人的保养品 打的都是老婆牌 因为70%的男人化妆品都靠另一半在张罗 现在大厂牌要行销 男人的商品已经不再走婆妈路线 直接打入最man的华尔街 超人代言擦脸的保养品 到处让哥哥爸爸们试用 男人顾面子 天经地义 中间新闻中央好报道 天经地义 爱美是人的天性 美还要更美 我先为您介绍 今天财经旺交点的来宾 是宣誉国际公司副总经理胡惠玉 钱惠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副总你好 好美的副总 非常有说服力 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大家在抱怨说薪水不涨 在现在这个年头 尤其很多的社会新鲜人22K 钱领了再少 但是还是要存钱打理门面 我们知道爱美其实很花钱的 再来看看这个台湾就业情报网 有一份调查 在这个消费项目上头 打点外形的花费最多了 占了23.8% 换句话说 这个爱美好像也越来越不分性别了 我想要先请这个副总 先跟我们谈一谈 光光就这个台湾美容市场来看 目前来看这个商机有多大 是不是这块饼越来越大了 没错 台湾现在整体美容的市场 大概每年大概商机 大概是800亿到1000亿左右 那光保养品的部分 大概就占了400亿 这不受景气影响是不是 对 因为爱美是人的天性 所以就算没有钱也是要打扮 所以在保养品的部分 占了大概一半的商机 那另外 最近因为医美的流行 所以也带动了很多医美的风潮 那最近医美的业绩 也持续的有在增加 那现在因为台湾开放了大陆客的医美 进来做台湾做医美的部分 所以现在台湾的医美 非常非常的 算是非常夯 就像您看到 中校东路大概从一段到五段 大概就有一千家的医美诊所 光是中校东路这么一段 对 所以这个医美是现在一个主要的 一个流行的话题 跟美容的趋势 大部分还是集中在这个北部 就是整个台北市区最多的 对 没错 那目前看来 其实这个数字是逐年成长 对不对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 每年多少是近百亿千亿 这样的一个数字是一直增加的 没错 尤其是医美的保养品 也是一直在流行 所以医美这个部分 是持续的在增加 那基本基础的保养 也是持续在增加 代表说现在的女生 就算没有钱 就算荷包省了 还是爱美还是要打点自己 所以呢 但是大家现在 可能从基础保养的观念 已经晋升到 医学美容的保养观念 对 我觉得副总 点到了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我们自己 私底下很多朋友都还在谈 就是说 因为医美现在 这么的蓬勃 这么发达 而且其实很快速又方便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其实我只要存钱 我就宁可一次花多一点钱 然后做一个疗程 比如说我可能就变成 换一张脸 换然一新 那在过去那个时代 比如说以前 我们可能要花些钱 然后买一些高价昂贵的保养品 我可能现在不买了 那我周围很多朋友 他们可能就干脆 直接想说 我做好基础保养就好 或是我买一些 开架式的保养品 便宜一点的 那主要的话 反正我要做医美嘛 打一打雷射 就是搬就没了 打打什么运搬也没了 打打什么都可以 脸变得很漂亮很光滑 对 我不知道 就是说医美的这个市场 逐渐在扩大的同时 那换句话来讲 就是在保养品 尤其在高价保养品的这一块 市场是不是也跟着萎缩 还是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倒是还好 因为高价的保养品 其实它本身 有它的实用的族群 那可能一些名媛贵妇 本身就是它会 有品牌的忠诚度 那开价的保养品呢 可能就是一般消费者 它所可以消费 那您刚刚所说的 对 有没有这种趋势 就是说我宁愿我错医美 而且快嘛 那个疗成什么一大堆的 那一下子 我的成效是立即见效 但是保养品这种东西 是我花了钱下去 我可能要 这个是今年累月 才看得到成效 而且我还不知道 有没有成效呢 是 但是现在有一个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譬如您现在去 如果去医美 做一些微整型的调整 医生通常在术后 会给您一些建议 可能跟您说 用哪一类的产品 那或者是甚至在诊所 就有销售这些东西 然后他也会推销 这些保养品给你 所以呢 那像您所说的 是不是做了微整型之后 我可以省一点保养品的钱 然后不需要 花这么多年在保养品 我直接去做微整型比较快 那其实 我觉得这个观念倒是 可能有些人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不然 因为你做完微整型之后 术后的保养是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有做微整型 你应该更 在你的术后的保养品 应该更胜选 而不能使用你原本 可能你在没有做微整型之前 用的东西 会是不一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 钱可能要花的更多了 因为就是两者并行并重 对 因为你如果没有保养好 你可能还是要再花一笔钱 过一段时间 可能半年一年 还要再去做一次 所以保养品还是重要 对 没错 对 那我其实现在 可以发现说 包括不止女人 上这个医美诊所 我发现很多男性朋友也有 听说我说上皮肤科 那当然很多人会去那边 打打美白针啊 什么的 我姑且不讨论说 美白针的效果如何 但是呢 因为里面的一些 这个护小姐有跟我们提到说 其实来打的很多都是男性的业务 她打那美白针 当然不见得是要让自己美白 或怎么样 可能是因为维他命C 它要让自己精神更好 所以就固定来打这样 好 那么另外 比如说从头到脚 比如说做指甲的部分 那女生做指甲很正常嘛 我记得我有一次 在旁边做一个老外 她也在做指甲保养 手足 而且呢 她涂的是黑色指甲油 那我看那些店员 也见怪不怪了 可见她是常客 甚至像这样的客人很多 尤其在都会区 在台北 在台湾 所以我在想说 其实现在是不是因为 这个男性美容保养的这一块 也越来越风行了 因为呢 这个是在日本的一个研究机构 Beauty World 总研的调查 就是说 以日本来讲 东京有500名男性 就发现他们 其实25到29岁的 这个男性朋友呢 其实有37% 对美容护肤很感兴趣 好 那么中年男子呢 这个也高达了28% 也是很感兴趣的 那么不管是在日韩 那么甚至在欧美 是不是也新奇了 就是目前你们是不是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也可能会主打海外之类的 是 没错 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 现在呢 我觉得因为也 可能寒风的流行 然后再加上 韩国的艺人团体 很多是男性的偶像团体 所以呢 像花美男 型男 帅哥这些名称 可能我们平常就可以听到 所以男生呢 开始对他的保养 基本保养 非常的开始感兴趣跟在意 所以现在市场上 会推出很多的男性护肤品 但是男性护肤品 主要着重在 可能清洁啦 保湿控油 就不要长痘痘 对 保湿控油 甚至晒后护理 或者是香氛的这些东西 那现在男生呢 爱美的男生 应该是越来越多 可能也因为受到了 这个风潮的影响 然后再加上 他发现呢 他身边的女性 也开始在意他的保养 也开始在意 身边这位男生 有没有保养自己 所以他们通常 据调查是显示说 男生保养是因为呢 他想要引起 医性的注意 而且甚至如果 他也开始懂保养了 跟女生之间 异性之间 话题会变得比较多 所以开始会有 这个风潮 因为我知道 贵公司是做面膜的嘛 那么有很多 很受欢迎的面膜产品 所以就是说 你们自己整个 做了一些市场调查 有没有发现 就是男性朋友 对于敷面膜这一块 是不是也越来越 能够接受 在过去可能会觉得 很不man 或是很娘之类的 那现在来讲 甚至我很好奇 就是你们的产品 有没有针对男性朋友 敷的面膜这一块 OK 那我们就像您刚刚说的 现在男生也开始敷面膜 所以其实现在 各个面膜业者 其实都有推出 男生专用的面膜 真的啊 那像我们公司呢 我们有推出一组 黑面膜 因为男生呢 可能敷一般的面膜 白色的面膜 他可能觉得很像女生 很不man 就像您刚刚所说 但是黑面膜 可能感觉不一样 酷一点 对 就酷一点 所以很多现在 其他业者也会有推出 黑面膜这样的东西 那他主要 黑面膜的功能呢 他可能又比较着重 在清洁的部分 所以也是男生所需要 就是完全比较 针对男性的需求 因为毕竟 肤矿 肤质跟女性 还是有差异的 对 对 没错 那女生可以用 男生也可以用 对 好 那另外 我刚刚特别提到 尤其在这个美容美甲 这一块呢 是 你们是不是也有观察到 这个部分 也是慢慢在 男性市场的崛起 对 因为我觉得美甲这一块的崛起 是因为现在您看到的很多 包括化妆品牌的 这些彩妆师 甚至一些在做 整体造型的这些设计师 男性的数量 慢慢越来越多了 所以其实呢 他们不只从脸部的保养 他们也开始注意到 他们手足的保养 所以在指甲的这一块 足部保养的这一块 手足的保养的这一块 确实是增加到 有男性的 有在使用的趋势 因为你也观察了 这个趋势嘛 虽然我们刚才提到说 其实你说这个日韩风 这样不断的催过来 的确 这个日本韩国的男生 特别爱美 尤其日本呢 被称为起立男 或者是cafe au lait 其实就表示说 这什么意思呢 有女性重外表的 这个消费行为 和男性阳刚的性格 就像牛奶咖啡 这样结合在一起 好 那么在韩国呢 甚至还有这个 已经不是中年大叔了 是中年花美男的崛起 那么我们知道 提到韩国 其实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整形了啦 没什么好说了 那就说 我看到在美容产业 这一块市场来讲 目前在全亚洲 韩国还是 最成熟的市场吗 还是说 其实台湾来讲 或日本来说 其实已经是 后起之秀了 其实甚至追过去了 其实韩国 还是本身 它是最成熟的市场 对于 如果是医美这一块来说 韩国绝对是最早的 最早先做的 所以其实 甚至早于日本是不是 对 那因为韩国的艺人 现在我们台面上手 看到的这些艺人 其实他们也不讳言地承认 说他们自己有做整形 所以在韩国的整形的这一块 已经是非常普遍 对而且我记得 我多年前去韩国 就韩国人就直接跟我说 其实如果想要进演艺圈的话 去整形是必要的 你一定要先整好了 再进演艺圈 他们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 你知道 就是一个敬业的态度 对 所以其实爱美算是 韩国的全民运动 而且做微整形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 就像我们 化妆 喝水 吃饭 家常便饭 对 很普通的事情 那现在也因为 把这个风气带到了台湾 然后当然日本 日本其实在早期 其实整形对他们来说 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只是说 后来韩国发展的比较好 整形方面 比如说 在医疗的技术上 跟医生的资源上 也是韩国会比较丰富 那甚至台湾的 现在发展的 这些医美的诊所 很多的医生 据我们所知道 也都会趁 自己休息的时候 休假的时候 会去韩国做个进修 去韩国取经 对 那目前就是 你站在这个业者 比较专业的角度 还有这个敏锐度来看 就是说这一波 男性的爱美风潮 下一站会吹到哪里 然后甚至会引爆 什么样的商品 就是说这个部分 在你们业界 已经有在 已经有在瞄准了吗 对 现在其实我们大部分 瞄准的是大陆的市场 因为他人口数比较多 那再加上大陆现在 经济所得比较高 大家也愿意开始花钱 在保养自己的这一块 那男生也开始懂得 因为以前他们的风气 可能男生 比较不会注重这一块 那现在大家 荷包里面有了钱 有说大陆吗 对 荷包有了钱之后 男生也开始要打点自己 所以其实业者锁定的 大部分现在是大陆的市场 因为他的人口数多的 多到可能你做其他市场 可能没有像他这么的快速 那有没有比较锁定 年轻一点的这个阶层 还是说其实也是锁定 这个中年族群 在大陆有没有一个 这样的市场区隔 有 当然年轻人 他对于这种美容的话题 会比较感兴趣 但是真正的消费力 其实还是中年人 他的消费力会比较高 甚至一些比较事业有成的男性 例如大概大概45岁以上 到50岁的这个阶层 那他已经有了身份地位之后 他更想要保养自己 所以其实如果以消费来看的话 是在中年的趋势 就是会比较多 消费的力也比较惊人 在大陆这一个部分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产品呢 可能是下一波你觉得会热卖 然后会最夯 然后最引爆的 目前有在评估吗 就是说在男性保养的这一块 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黑面膜 这是最近最新 大家所新奇的一个 男性保养的一个新产品 以前这黑面膜其实就有 但是以前是女生用 现在业者因为为了要抢夺 男性市场这一块 所以锁定了黑面膜 来作为男生的护肤的 一个基本的保养 所以我相信未来 黑面膜会是一个趋势 而且面膜这个东西 感觉上入门的门槛比较低 你不是说你要做个手术 或者是打个什么雷射之类的 面膜好像就是举手吃老就可以做的 对 好 那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财经旺交点单元 我们还要继续 跟你一起来讨论剖析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全球医美整群市场的商机 无限大 还有厂商也纷纷推出了 各种创新的保养品 有哪些呢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今天的财经旺交点 我们知道现在大陆已经取代了韩国 成为亚洲整形手术的王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多市场大 后来居上 再加上手术量的逐年增加 大陆直逼美国未来有可能成为 整形业的第一大国 2004年为了抗议世界小姐选美 拒绝整形者参加 大陆举办了首届人造美女选美大赛 轰动一时 不到十年的功夫 大陆已超越韩国 成为亚洲最大的整形王国 我觉得拿到台面上来讲 就是说对我们的一种肯定 冯茜是当年人造美女选美的冠军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样 鼓励了其他爱美的男众 不过近年来 想改变自己容貌的大陆民众越来越多 这间位于韩国首尔的整形医院 五年前看好医美观光市场 钻做大陆生意 五千到一万五千人民币的医疗费用 挡不住趋值若鹜的人潮 也带动了大陆本地的整形事业 我们在一些很多的技术领域里面 我们并不输给韩国的任何的 韩国医生沟通交流 那么基本上韩国医生的三天的手术量 我们一天就做这个量 但因缺乏相关行业标准和卫生监控 很多美容院和按摩院 非法施打肉毒或作为整形手术 在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的一项研究也指出 大陆的整形手术中有六成都会导致感染 需要后续的干预治疗 为了暧昧该冒风险的人不会减少 大陆或许很快就会赶上美国 成为全世界第一名的整形大国 主任新闻陆慧玲最后报道 好 看来是真的快了 这个大陆美容产业现在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跟副总 就是说你也谈到了目前在大陆的市场 当然就是下一波一定要瞄准的目标 好 那也跟我们透露一下 就是进军产品的这个策略呢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 一想到大陆不管是医美也好 不管是整形也罢 大家知道他们人多市场大 选择也多 但是很可怕 两右不齐 我觉得这是会让大家比较却步的 其实也就是因为刚刚有新闻当中我报道过 就是说其实在大陆有整形之后 术后有六成都会感染 这还得了 可是其实这对我们来讲 就是说你要进军这一块的业者来说 也是嗅到了一股商机 对不对 因为品质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您有一些观察 那大家都知道大陆的人口多 然后现在经济状况又好 所以大家基本上保养观念都已经有了 那像去年的数字来说 光面膜就一年就在大陆销售 大概25亿片 所以数量是非常的多 那每年甚至在以30%到40%的比例在成长 虽然但是虽然这个大陆的市场很大 但竞争的对手相对的也是很多 那您不敢相信的是 现在大陆的光面膜品牌 就已经超过2000个品牌 所以其实消费者的选择也非常的多 那你如何 应该是说你如何抓住这个商机呢 或是异军突起突破重围 对那应该是说你产品的独特性 还有你的定位很重要 所以这两点应该算是你的品牌的决胜点 可是目前看来 可是我们会想到的 比如说能够怎么创新 其实强调的了不起就是还是美白 抗老嘛 然后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些 还能够怎么样再做出一些区隔性呢 其实像我们来对我们来说 我们像我们知道大陆人 其实他对台湾的东西比较有安全感 会比较有信任感 所以像我们也在大陆推出了一系列 封台湾的 他的名字叫做封台湾 内容物是 内容物就是 其实是我们在台湾跟台湾的农会 甚至一些农场合作的一些 他添加他们农场里面的一些有机的成分 有机天然的保养品 对天然的保养品 也把这个保养品的成分注入在我们的面膜里面 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 其实在大陆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大陆市场大 但是竞争力也大 你刚刚给我们的几个数字 我们觉得都非常惊人 就是说在经营上面这个挑战 这个是很大的一部分 还有哪些挑战还有困难 其实大陆最大挑战应该就是运输成本 物流的成本 因为他们地方大 所以其实这运输成本非常大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广告的宣传费用 行销费用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们人口数多 收视户多 所以如果你要在大陆买广告 买电视甚至媒体的广告 其实费用大约都是台湾的五倍 所以资金要雄厚 对 所以 口袋要够深 对 没错 你要打大陆市场的话 没错 所以像现在很多业者 其实转向了网路 网路销售 对 因为网路的这一块 其实业绩也是算蛮大的 因为年轻人大部分会在网路上 比较价钱 这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那成本相对低很多 对 那像对我们来说 其实产品的CP值很重要 像可能我们打的 当然就是物美价廉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便宜的价钱 买到很好的东西 那甚至台湾的有机的东西 都可以买得到 就我们一直在聊 就是现在在大陆来讲 市场非常非常的大 那市场不止大陆啦 整个两岸三地 宏观来看好了 其实医美商机 这个是 我刚刚提到了 就是一年比一年还大 大家都把柄做大 越做越大 所以呢 其实现在 我们一直想到 就是你说 走医美这一块 也都是走在前端的 就是韩国 韩国不管是医美 或是整形业 其实一直发展得非常好 可是现在就是连韩国 也都要抢攻 这一块两岸三地的 医美市场 那么据说他们连 他们韩国的这些 整形美容的医生 也都开始在学中文 就是说中文哪里通 这样子 对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确实是个趋势了 没错 像现在的保养品 甚至像面膜 也开始推出 医美级的面膜了 就是为了这些 做完微整形的这些 术后的这些消费者 就为他们做出 一系列的保养品 甚至他每天 都可以做的基础保养 对 所以竟然连韩国 都已经不是说 在左眼于自己国内的市场了 对 其实也都放眼圈亚洲了 是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应该就是大陆的市场 对 因为毕竟 它的人口数是多的 可是会不会就是说 像在香港 台湾来讲 当然地方小 市场相对小 但是呢 会不会大家反而 也比较敢花钱 现在 还是说其实真正金主 还是在大陆 投资自己的话 如果在外在 应该是说 投资自己当然每个人 都是有 但是就是 大陆因为它的人口数多关 加上它 贫富差距大 那真正花钱 愿意买东西的 它真的就是不手软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 你看大陆人来到台湾 旅游 口袋捞出来都是现金 大把大把的钞票 所以其实大家 美容业者现在也是锁定 他们这一块 甚至医美 他们一来一做 就是他们觉得 五天可能就要做 做完几项再回去 好 那当然说放眼全球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是亚洲 那么在欧美 欧美来讲 这个男性美容市场 目前不要说蓄势待发 我认为根本就是已经开始了 早早就开始了 像是全美国 这个男性美容市场 每一年更是以10%的速度 在成长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欧美来讲 其实这也是一块 很大很大的商机 还有市场 那但是主打欧美这一块 跟亚洲市场应该不一样吧 产品的方向就完全不同 对 没错 欧美的这一块呢 它跟亚洲不同的是说 亚洲人比较着重在美白保湿 因为亚洲人比较 已经不是比较着重 是大家怎么都是美白美白 对 因为大家 亚洲人会在意斑点 因为他觉得 吃的也要美白 用的也要美白 是 如果脸上有斑点 就代表可能老了 年纪大了 那但是在欧美的 他们的族群 就是他们的人 觉得说斑点对他们来说 就是很平常是 因为他们喜欢晒 所以他们甚至觉得 晒多一点斑都没有关系 那他们的保养品 你会发现 其实你在欧美看到 他们着重在抗皱 皱纹 除皱 抗老这一块 因为其实可能 因为他们长期晒太阳 然后其实皮肤都蛮干燥的 所以皱纹会比较多 然后也比较快老化 所以你看到 其实台面上很多艺人 可能你一听 才二十几岁 其实他的看起来的年龄 可能已经觉得是三十几岁了 不过这真的是 我那时候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 在欧洲 像我自己习惯 用一些日系的保养品 尤其比较美白的 或是那种高防晒系数的 那种五十 我都通通从台湾寄过去 或是我从台湾带过去 因为我知道 在英国不好容易买到 那么事实上 我每次去他们的药妆店看 真的都比较少这样的产品 就是它防晒 它可能也是防晒系数很低的 甚至一大堆是注晒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 甚至风土民情 对美的审美观的认知不太一样 对 没错 所以他们在 在他们的市场上 你看不到美白的商品 但是医美是不是在那边 也很发达 没错 他们的整形也算是蛮风行的 所以其实你以前看 美国也是很多龙鼻 甚至做一些小的手术 其实都有 对 讲到龙鼻 对 讲到这个区隔又不一样 像亚洲人可能都知道龙膏 对不对 可能在很多欧洲人的话 他们可能是要缩鼻 或者是不要看起来太挺了 所以这也是那种差异性 那不过讲到医美这一块 其实现在新鲜人 回到台湾来讲 台湾的很多新鲜人 大学刚毕要出社会 他们其实想说 是不是先来一个微整形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 很多这种 甚至是大男生的 他可能要略略地打个玻尿酸 什么微精词 希望鼻子高一点 挺一点 看起来更上向更体面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这跟过去几年的 所谓的社会新鲜人 已经不一样了 这好像也是要出社会前的 一个必备工作是不是 没错 就是像您现在看到您身边 可能有一些朋友 可能二十几岁 就看他打很多 什么打玻尿酸肉毒 可能都打过了 那他们为了追求 好看面子嘛 那加上求职 可能如果你的脸啊 脸部的保养比较好 甚至你的五官 长得比较立体 或者是 就是可能比较吸引 老板的注意 比较占优势 对 那个第一印象来讲 对 所以现在您看到 什么苹果光 陶磁肌 都已经很平常了 而且这个使用的 这个年龄潮 越来越低 越来越下降 已经不是一般以前 我们所认知的 可能人到中年才开始 现在没有了 现在年纪轻轻的 可能就已经开始在 在安排自己这一块 现在已经不是像以前 以前说 大家追求自然美 现在已经大家希望 把自然美变成真正美 对 就是人工美 也要看起来自然一点就是了 是 没错 好 那其实不止医美嘛 因为医美毕竟 而且有一些东西 可能还牵涉到一些 侵入性的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都适合 都敢 但是我们说一般的保养品好了 比如说你的公司的面膜等等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或许花的时间要长一点 但是比较安心 对 那尤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样的一个趋势 是不是 就是说 最近各家的保养品牌 也都纷纷推出一些 什么汉方保养品 可是我知道汉方的东西 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风行了 可是现在这一块 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多人在做 然后尤其是在 我不知道在亚洲市场的关系 然后两岸三地 是不是也特别针对汉方来讲 有一些所谓的植物萃取 是下一波的趋势 没错 那这个也是跟前面 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其实跟韩国 韩风流行也有一点点的关系 因为韩国保养品 现在已经很多进到了 台湾甚至大陆 那他们的保养品 比较倾向于就是汉方 比如人参 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对对对 去那边一定要买人参面膜 对对 所以其实他们的东西 是比较属于汉方的东西 那其实汉方本身 汉方草本本来就是 中国老祖宗的一些秘方 那甚至你看 慈禧太后以前所用的 芋绒散 她预用的芋绒散 那甚至现在到了很多 后期再出来的红景天 这些汉方的这些材料 都已经被注入到 的美容保养品里面去了 那因为汉方 它植物萃取是比较温和 不会像动物性的萃取 会比较刺激 那现在的人追求的 也是比较温和的保养品 比较不会刺激的东西 再加上很多东西 大家喜欢用有机天然的东西 消费者的反应如何 对于这些汉方的 目前来看 是不是大家接受度越来越高 那么甚至可能 反正这是一个 很夯的新趋势了 没错 就像我们推出的 所有的汉方系列的面膜 其实都是接受度蛮高 消费 就消费者也蛮喜欢的 因为它跟一般 以往的一些面膜 不太一样 而且它的香味 比较不会这么的浓 像以前的面膜 可能比较有化学成分 太刺激了 有香料的味道 对味道也比较不舒服 那现在汉方这些东西 它是比较温和 味道也比较舒服一点 有的计划就是说 下一波还要研发 怎么样的一个汉方的商品吗 我们现在其实面膜 就已经出了一系列的 汉方的面膜了 那保养品我们也会陆续的 在做汉方的这个部分 所以会不断的推陈出新 在这一部分 因为尤其汉方 我想说像前阵子 很流行这种轻工具 讲到这些中药材的部分 什么婀娇之类的 好像这些也有 推波助澜的功效 对 没错 那因为大陆市场大 所以其实大家为了 大陆市场这一块 做了很多相关 东方的一些产品 所以您会看到 很多这些东西 会慢慢推出来 消费者接受度也很高 那事实上是真的可以 看得出一些成效吗 就是以汉方 这一系列主打的 就是老祖宗的智慧 那在我们的皮肤上头 是真的有一些成效出来的 当然 不管是保湿也好 美白也好 甚至抗老化 其实这些天然的成分 都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以前皇后兵妃 都不需要用保养品 他们用这些东西 就非常好 光是这个主打广告宣传 其实这句话 就非常非常的有效了 对 没错 所以我想说 在今天访谈结束之前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 跟我们观众朋友 建议一下 或者是说 目前你可以宏观来看到 一个大的方向来说 就是在美容保养 医美的这一块来说 未来来讲的话 真的是 大家商机无限了 就是目前 您可不可以综合一个 一下你的观察 还有整个简短来说一下 趋势如何 OK 那其实我觉得 现在大家其实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医美非常流行 那相信 每一个人都 可能曾经尝试过 微整型这个部分 但是对于 其实真正女生的 肌肤保养来说 我们会非常建议 你平日的基础保养 就是非常的重要 好 我想这个 副总真的是讲到重点了 说这如何利用高科技 然后利用这些医疗 美容保养的东西 其实你基础的 日常的保养 还是要做好 这才是基本功 非常谢谢 这个宣誉国际公司 副总经理胡慧玉小姐 谢谢 那么广告之后回来 今日我最赚 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台湾台北市的房价租金 是越来越高了 于是就与业者托发奇想 说租办公桌椅来赚钱 哇 这又是另外一种商机 稍后回来 今日我最赚 要带你来看看 是亚洲的新兴市场 印度已经有12亿人口 有可能在2030年 超过大陆 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而印度中产阶级有3亿人 但是因为经济成长缓慢 比不上中国大陆 他们的基础建设落后 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而现在印度当局 野心勃勃要打造一条全长径 1500公里 从德里到孟买的工业走廊 希望能够为印度创造财富 人潮车潮川流不息 声音气味颜色全融在一起 奢侈人口的印度越来越繁荣 经济要起飞 基础建设是关键 印度要打造一条工业走廊 再创一波经济奇迹 这项开发案总投资超过900亿美元 看好印度未来潜力 日本就砸下300亿投资 请全力把印度打造成 日本的出口基地 预计2017年 两国要攜手完成之项 全长1500公里的超级工程 印度想复制1970年代 日本成功模式 光是一条东京大阪工业带 三十多年来 估计每年为日本贡献三分之二GDP 成效相当惊人 德里梦买工业走廊 周边200多件开发案 商机无限 启用后五年就能为印度增加15%就业 工业产值和出口各增加三到四成 带来新一波工业革命 印度无法超越大陆 基础建设太落后是一大因素 现在印度三亿中产阶级崛起 还有近三成人口活在贫穷线下 印度政府高喊改变的时刻到了 除了工业走廊 印度还要新建七条高速铁路 英法日本大陆都想增强高铁订单 如果说全球经济发展是场马拉松 印度就是以跑百米的速度 急起直追 好那么镜头回到台湾 因为土地有限 所以寸土寸金 尤其是台北市的租金越来越高了 那么很多企业老板呢 想说这个省省省省到最高点 钱要花在刀口上 于是呢 也这种新兴的行业出来了 也就是有业者呢 突发奇想采用租办公桌椅来计算 也就是说一个位置一个月 租金大概3000元 那么在一间50平左右的大办公室里头呢 就挤进了七间不同的微型公司 还因为有两间公司这个员工呢 都只有两个人 所以两个人合并一起租一张桌子 5945的包裹 5945的 不是5945的 5945在那边 5945你们的包裹 那问一下那个Fandora在 Fandora Fandora在那边 好 快递也被搞得团团转 怎么一间办公室里头 有这么多间不同的公司啊 没想到吧 就在新一区热门的办公大楼里 居然出现了出租办公桌 在这里上班呢 可不是一瓶一瓶的算租金 而是一个座位3000块钱 租给你 占地大约60平的大办公室里 总共有7间登记在案的公司 新的网页公司 漫画家梅合公司 还有投标公司 设计师跟水电工的梅合公司 甚至是一张桌子 居然就是两间完全不同的公司 因为一间公司只有两个员工 大家凑合着做 每间公司一个月租金 变成只要6000元 我们现在有四个人 然后一个月大概是一万出头 这样子 就租一张桌子 那旁边的空间 不知道说你要放冰箱啊 放柜子啊 其实都是你们可以自用使用 相较于一般新一区的办公室 60平月租金高达7万多 但是如果员工没有这么多 利用这种租办公桌椅的方式 不仅3000元就含水电网路 还可以免费使用会议室 甚至开放空间 业者图方奇想 以出租办公桌椅的方式计费 在新一区打出低价策略 成功让出租率高达8成以上 这位新闻理解林依晴 台北签报报道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亚洲Z前线 我是马千惠 我们下星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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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会